各位朋友 美国登月的真假呢 现在呢 世界上的这些网友呢 有很多质疑的是吧 说美国是好莱坞登月啊之类的 这个现在呢 就是中国的嫦娥六号啊 在五月三号的时候成功的发射了 而中国的汉月的总工程师在直播时说了一句话 说着没有找到美国登月的痕迹啊 好家伙啊 这下美国这可难受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吧 五月三号的时候呢 嫦娥六号点火升空 成功的登上了月球 在五十五年前 这个美国载人登月呢 八天阿波罗来回啊 嫦娥六号呢 这回中国呢 这个来回需要多少天呢 五十三天 有的网友说了 好家伙 这五十五年以后 这中国啊 这技术还赶不上人家 五十五年前吗 对吧 现在呢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嫦娥呀 这一次啊 可不是登陆的月球的正面啊 是登陆的月球的背面啊 因为月球的背面 由于这个自转的原因吧 它是永远背着地球的 因为它的这个自转和地球的这个自转啊 它就不想抵消了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不像美国的NASA的现在的这个局长说的一样 月球背面永远是黑暗的 因为它绕着太阳公转啊 月球的背面啊 也是有白天的 所以美国的宇航局的局长都这么丢人 你知道吗 人类呢 成功登月啊 所有的考察活动都在月球的正面进行的 背面呢 采样只有中国的嫦娥六号开了先河 即便是美国也望尘莫及 这次登的是月球的这个叫做爱特肯盆地 这里呢 是人类第一次踏足 嫦娥六号绕到月球背后啊 无法继续有地面测空站联系 科学家呢 绞尽脑汁 中国研发了一个中继平台 今年的3月2号 中国呢 率先发射了这个中继平台 长征8号 摇3 运载火箭 这个发射的雀桥2号 就是为了这个这次的嫦娥登陆 月球的背面的中继卫星 而且嫦娥六号呢 它身上搭载了法国的东气探测仪 欧空局的负离子探测仪 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镜 巴勒斯坦的立方星 一同奔向月球的 你看这 还带了不少东西 这些设备呢 重量呢 达到了8.2吨 嫦娥六号达到了8.2吨重啊 各位 主要是由上升器 着陆器 返回器 轨道器组成 这些设备啊 可以说是能够完美的保证 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地球啊 之用 这个任务呢 预计53天啊 带着月球背面的采集物回到地球 将于今年的6月底返回地球 这个时间呢 比那个阿波罗登月呢 确实是长了不少 1969年的时候呢 正值美苏两国冷战期间 苏联呢 在航空领域 载人航天领域领先一步 美国呢 奋起直追 秘密研究出了阿波罗11号 在7月16号发射升空 历经四天的环绕月球以后呢 阿波罗11号成功的降落于月球的宁静海南部 指令长阿姆斯特朗将落地命名为静海基地 并高声喊出了那句经典的语录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现在来看啊 这个人类一大步的这个月球探测器啊 如同沙滩上横行的螃蟹 它的下半身呢 有褶皱的细胞纸包裹着 上半部能看见钢铁的躯壳 看起来呢 十分的简陋 阿波罗11号呢 主要分为三部分 服务舱 指令舱 以及登月舱 其中呢 登月舱分为上升级与下降级两部分 下降级的功能是登陆月球 上升级的功能是上升到月球轨道 听起来似乎高大上 但是今天看来呢 上升级呢 只是采用了简单具有助推功能的发动机 这在任何的运载火箭上都有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十分的简陋 月球上呢 引力不到地球的六分之一 确实呢 无非耗费更多的动力 服务舱呢 负责探测时提供动力 然后呢 与轨道进行对接等工作 指令舱是控制中心 又是休息中心 有很多精密的仪器 也有宇航员的生活物品 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内存仅为8KB的一个轨道计算机 所以呢 现在说8KB的一个计算机能够计算十分复杂的登月的轨道 这是当年的一个神迹 有人说这是好莱坞的神迹 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吧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吧 如今看来呢 阿波罗11号这个极其简陋的飞船 能够让人类登上月球 它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丑陋的外表 只能这么说吧 是吧 这个明朝万户坐过的那把飞天的椅子 简单的在椅子上加了47支火箭 是吧 那也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立刻把自个儿就给火化了 而美国成功了 各位 说这个阿波罗只用8天 嫦娥6号就要用50多天 这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先看啊 月球上做什么 对吧 阿波罗成功登月以后呢 两名宇航员把旗子往地上一擦 摆好姿势 然后呢 拍完照 在月球呢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行走任务 刷完了部署 回到了登月舱 准备返回地球 之后呢 登月舱上升级 把他们上升到月球的轨道 与轨道上的服务舱相连 这个上升级呢 因为发动机燃料耗尽而被抛弃了 经过三天的时间 服务舱返回了地球的上空 这个用那个4KB内存的计算机计算出来了 轨道以后 它的燃料最后一刻也耗尽了 三名宇航员坐着仅剩的指令舱 在全美人民的欢呼声中回到了地球 来来去去 花了大概不到8天 这就是神迹 你知道吗 作为中国的嫦娥6号 53天啊 被细分为发射入轨 地月转移 环绕飞行 月球表面工作 11个阶段 一分一秒都做了科学的规划 这个而且呢 这次嫦娥登陆的是它的月球的背面 8吨多呀 这要再个人不跟玩一样啊 各位 是吧 哎呀 说这个 在跨越55年 啊 嫦娥呢 你说跟那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比的话呢 啊 中国人谦虚的说 各有千秋吧 各有千秋吧 不过呢 这个中国人登月的总工程师啊 说漏嘴了一句话 就把美国的登月计划 又给啊 抛上了风口浪尖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嫦娥这个登月的过程中 直播的过程中 总是总工程师 说了这样一句话啊 当着全国的这个14亿的网友 他说了这么一个话 这话 大家听听吧 待会儿子宜听听啊 我们知道长俄4号也是落在了南极的艾特肯盆地 然后这一次长俄6号 也是从大的范围来讲的话 也是南极艾特肯盆地 但是其实位置还是不一样的 为期53天的长俄6号任务 将收集多达两公斤的月球样本 目标着陆点 在称为阿波罗盆地的巨大撞击坑的南部区域 阿波罗盆地 位于南极艾特肯斯巴盆地内 这是一个巨大的古老的撞击坑 直径大约为2500公里 斯巴盆地的撞击 从月壳下面挖掘出了物质 因此可能拥有 关于月球历史和太阳系发展的重要线索 所以 长俄4号到底没找到什么 长俄6号能找到吗 没找到啊 关键是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他说就是个阿波罗登月的那个阿波罗盆地 当然了啊 美国不是这个一次登月啊 数次登月 他就说的是阿波罗盆地的那个登月的痕迹 长俄6号在绕月飞行的过程中 没找到啊 这有可能是那个 就是说那个 就是你的这个找寻的方向不对 地点不对 还是说长俄6号上的观测设备 是吧 分辨率太低了 没找到 没找到 那位说找什么呀 登月的痕迹呀 就是在留在月球上的那个 所谓的着陆舱 还有一些什么月球车呀 之类的一些痕迹什么的 还有美国插在那里 那个迎风摆动的国旗呀 没找到 哪壶不提 哪不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是吗 裴总 这话一说出来 中国的网友 世界的网友 又炸锅了 中国的网友说 裴总 你说的是啥意思啊 咱们中国的登月宣言 是没看到阿波罗号吗 没有找到阿波罗盆地 那当然了 毕竟阿波罗号的盆地 在好莱坞啊 你找错地方了 裴总 是吧 很多网友 又开始了 说好莱坞 站出来走两步呗 各位 当然了 咱们有一说一 人家裴总说的是 没找到 美国一次登月的 那个痕迹 要严谨讲话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